NBA第一恶汉,全大乔丹撂倒巴克利痛揍罗德曼,他打球是姚明最近几年有有很多的多作饱受争议,也有很多球员不被大家所洗,原因就是他们打球实在是太脏了,比如帕楚里亚垫脚伦纳德,奥利尼克江乐福的手带受伤,还有追梦戈林的踢弹脚,但是很明显看出来,他们这些动作很明显都是按着来的, 从来不敢明目张胆的放大招,这都是小偷小摸,尚不得台面,配得上脏这个字眼的,NBA只有一个,比尔兰比尔,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兰比尔在NBA上,聊整整十四年的流氓,要不是和谐社会救了他,他早就被乔丹,奥拉朱旺,奥尼尔,马龙,巴克利,魔术师,伯德们正在拎着四米长的大砍倒堵,在兰比尔家门口呢, 兰比尔语录,犯规是什么,兰比尔vs乔丹兰兰比尔的一生是凶悍的一生,他一共攻击过257名球员,别管是饮水机看护者,还是NBA门脸巨星,只要他不爽,你就乖乖在地上躺着吧,别打躺下那个就是乔丹,别管是联盟举行还是啥,兰比尔真是说打就打,兰比尔vs巴克利连比尔新队巴克利恶意犯规, 但是巴克利那时走过南闯过北,把奥尼尔都撂倒得硬汉能吃这亏,冲上去推散兰比尔,但是很显然,纵横联盟N多年的兰比尔能让人,直接上演全武行,将巴克利撂倒,之后巴克利被埋没在人群中,下场, 兰比尔vs伯德大鸟在上篮的时候直接被兰比尔推到最可怕的是,兰比尔兴奋起来连队友都干,罗德曼和兰比尔在活塞做队友的时候,兰比尔曾在训练中痛点罗德曼,据说还打掉了罗德曼的牙齿,扯淡的是,兰比尔退役后竟然干起了女兰教练,别误会, 小葱指的是成为了女兰教练,2003除以2006除以2008,三个赛季率领球队夺取过WNBA总冠军,2009到2011年间还担任过森林郎的助力教练,2015年在担任纽约自由队教练的时候获得了WNBA年度最佳助教练荣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